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就是因为纯金太软 别说用牙咬了 就是用手拿着都会留下手印 这也极大的影响了美观 而且它的成本造价也高 所以自从1912年之后 奥运金牌就再也没有用过纯金的了 在第29届2008北京奥运上 我们国家采用的是银杜金家玉的设计 暗语古人常说的金玉良元 金牌也被取名为金香玉 在本届2020东京奥运会上 他们的金牌是用回收的电子垃圾制作而成的 所以东京奥组委已经几经呼吁 希望运动员们不要用牙去咬金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盂 中文字幕志愿者